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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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刘传说 真是八路里的这个 杀了赵老狗父子三长 真贪量结起 你知道什么 赵汉章是被灭门 大小老婆两个儿媳妇 外加管家 灭门 要说这门啊就灭得好 看神以后还可能罕见 可这刘传说也太狠了吧 就算是赵家父子罪孽深重 该杀的也是赵家父子 可为什么要杀女娟啊 我觉得杀得好 谁敢做罕见啊 全家都得死 全家灭口 这跟土匪强盗有什么区别 日本鬼子就这个德行 我问你啊 你为什么要张帖 铲除十四名汉奸的告示 上线让你铲除的 只是赵汉章父子 对于其他的汉奸 只要起到震慑作用 让他们不要跟着鬼子 互作非为就可以了 并没有让你滥杀 我贴这些告示 就是为了警告那些汉奸 我是一步齐分两步走 先杀了赵汉章 然后把告示贴出去 向大家解释 为什么我们只杀赵汉章 这样我才可以向群众们 宣传我们队伍的政策 那我问你 为什么把花木丹的名字 牌子排在他们后面 很近 你也不是不知道 这牡丹她不是坏人 我是吓唬吓唬她 好让她迷途知返 看来还挺有情有义的嘛 这 你 你这个话怎么有点 孔家洞老陈粗的意思啊 你别跟我东拉西扯的 我告诉你啊 参加革命工作以来 你立功势不少 可是做的糊涂事也很多啊 你离开孙家盘的时候 怎么跟我保证的 你说过你不会再违反纪律的 我没想再违反纪律 我真的没想到板田归 能够钻这么大的空子 你以为我不知道你的想法 你这一步齐分两步走 就是想让鬼子做立官是不是 是啊 我是这么想的 你说你 你什么时候做事情 能再多过过脑子 你就可以成为一名 成熟的革命工作者 什么意思 好吧 我也跟你说说 我内心的真是想法 你知道吗 你去双方铺子 执行任务的时候 我突然 我突然 突然知道想念一个人的滋味 我明知道你不会回来 可我还是忍不住要走到那儿 多看你几眼 我在想 也许不知不觉的 不知不觉的 你已经走到了我的内心 不过我应该早点跟你说我的想法 这样你就不会再犯这样的错误了 我明白你说的 但是我又不是全明白 这意思很简单 因为你爱我 所以你很自卑 所以你不管做什么事情 都想要把动静弄得很大 这样子就会显得你和常人不一样 这样子你就会觉得你配得上我 我从来没有这么想过 我知道 你是从来没有这样想过 可是这样的想法 也许一直隐藏在你的内心里 只是自己不知道 你说我一直生活在一个封闭的小屋里 在等待着爱情 其实我等的也只是我自己 我告诉你啊 你不要小看这件事 鬼子很有可能会利用这件事 大做文章的 没事 我捅的窟窿我自己堵上 还有啊 从今往后 我坚决执行命 再也不做那些 花里胡哨的事情 好吗 好啊 你最好说到做到 一定 多不如你 你说什么 就我们的不是你 不是我 那会是谁 这我也不知道 但是可以肯定的是 县城还有咱们的人 前野和板田并没有离开月泰县城 这些我都知道 你一定要小心 板田没有关闭城门 在全城抓捕你跟刘传说 这里边肯定是有阴谋的 我知道 刘传所的执行写写 发布了 剑兵队 偵察网上的各条文 有没有看到的 还没有看到的 我会告诉你 刘传所必须会出现 还有一个不可解的事 曹上飞 双凯队在双击家 二次注文 双击家 坂田中尚 这范武团的女人 不足够的挑战 刘传所的说法 昨天 刘传所跟一緒一起 是汪天阁 范武团 二次使用 刘传所跟一緒一起 运动 知道了 下来 是 杭文团 杭文团 余队长 这么悠闲哪 我去吃点饭 正好我也没吃 我请你啊 这 走吧 我知道有家不错 走走走 哪能让您破废啊 没事 您 一会儿转个打牌去啊 好 走 余队长 余队长 让一让啊 我 Gonzalez 什么情况 我刚才好像发现了王天歌 我就一直跟踪他 结果到这了就 突然不见了 急 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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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奋头追 你怎么来了 牡丹姑娘 你这是要去哪里 我能去哪儿啊 我回半壁村哪 大会参杀了赵汉章一家八口 那名单上也有我的名字 下一个可能就是我 八路军是有延民纪律的 流传说 他只不过是动动念头而已 大会参参加八路 都是因为王天歌 他恨你们日本人 也恨汉奸 恨不得全部把你们杀了 八路的纪律 对大会参来说就是王天歌 林罗霄你们知道吧 王天歌的爱人 其实就是林罗霄 前些日子 林罗霄差点把大会参 被杀了 您怎么来了 没听见刚才外面打枪啊 这兵方马乱的 我不得给自己做准备啊 要不然到头来 这破席子一卷 我都进坟堆了 伙计呢 怎么救你自己啊 他刚给曹中队长送收彩去了 曹中队长 对 你们送这儿来干吗呀 不是让你们送半壁村去吗 曹中队长他也没说呀 是 我们没听清楚 我们这就给您送到半壁村去 等会儿 等着我吧 我跟你们一起去 等等 牡丹姑娘 昨天晚上 昨天晚上 我听说刘传叔和王天歌在一起 你啥意思啊 你 你是说我想用这两个棺材 把大会参和王天歌送出城啊 给我搬进去 我今天哪儿都不去了 坐在这儿 等着大会参来取我的脑袋 我去哪儿都不去了 你死了 我去哪儿都不去了 我去哪儿都不去了 你是个人 我去哪儿都不去了 王队长进了棺材 被送到牡丹家 谢谢啊 好好看看啊 仔细看 别又说我四通八路 请看 由吉田将军的休门 有吗 请看 报告 八路的医典 大概三十名 正在军队中 正在军队中 二日前 我军队的捕捉队 被遭遇到孙子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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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被遭遇到最短时间内 这医典的医典 被遭遇到医典 被遭遇到医典 如果 如果这孩子 我和我们的手 被遭遇到我们 八路的医典 怎么会想到 他们 都会在哪些犠牲 都会在返回 返回 没关系 保护 保护 所有人都在我部 呼吸 是 是 不喝杯茶再走啊 赶紧 你怎么在这儿啊 谢谢你救了我 谁救你了 半天看见你在这儿 还不得说我私通八路啊 不管怎么说 还是要谢谢你 半天看见他说什么了 我知道你听得懂 这件事跟你没关系 你说没关系就没关系啊 客官 远远了 我发现了 他们在空中 撞着铸链 又逃避了 半天看见 在哪里消失了 在十字街 监岳家的店 监岳家的店 我这是你想来就来 想走就走的 好 那我告诉你 这件事事关 三十个孩子的生死 三十个孩子 汪天哥 你把我当三岁小孩了 我没时间跟你开玩笑 是什么 听 我有点 那我已经不在买 人家的 你不在买 尤其是 所以 人家的 你不能在买 做事 我 这都能准备 我们 走 最多的 对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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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天歌把我弄的名单里面为什么呀 第一 显得自己大公无私 第二 取悦路阳 你知道他为什么要取悦路阳吗 他想和大会才在一起 你必须得到路阳的支持 我这边我原来就让曹上飞暗杀过路阳 我自己也挟持过路阳 你说他能不恨我吗 你必须得到路阳的名单里面 那你先好好休息 改日我再来看你 我先走了 哪个八楼大官丢了孩子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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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看这样啊 还行吗 行 相当行 站好了 闲了闲了闲了 这板田规肯定在城门口有设防 即便穿成这样也未必出得去 是啊 那你也要把帽子戴正了呀 下午三点钟 鬼子有一批运送装备的汽车要出城 我们就跟着那个车出去 外面会有人协助我们 你的意思是 偷偷地上那个车啊 不是 你看 先来 大会才催促王天哥快点走 去找孩子 我从来没有见过大会才那么着急 你那么紧张 不是八路郡的大官 是三十多个孩子 八路的遗孤 他们现在在哪儿啊 在岳泰山的某个地方 但是 具体的位置我也不太清楚 我能帮你找到他们 你 从小我就跟我爹在岳泰山 便洗法讨生活 岳泰山有几条沟 几道口我全清楚 他们不管藏在哪儿 我都能找到他们 不过 酬金不能少 zony 岳泰山 可以 你 去医生 一时间 我好像看见一个男人 站在我面前 那个人是谁 竟然是你 今天能跟你死在一起 我觉得很幸福 我也是 从今往后 我坚决执行你 好啊 但愿你受到就到 一定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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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涵 你快速赶回中心县位 告诉陆书记 孩子们是在宋子庙附近 遭遇鬼子搜索队 而后下落不明 请陆书记多派几个 坚硬小组 以宋子庙为中心 展开搜索 快去 走 等等 大队长的想法 是常规想法 我觉得鬼子八成 也会采用这种方式 我们的人 会碰上小鬼子 你有什么其他的方法 解救孩子 我在想 岳北和岳西 展开除奸行动的小婚队 应该已经回到了孙家盘 加上留守的队伍 应该有一个中队 这样吧 阿涵 你马上回到孙家盘 告诉陆书记 带上部队赶到老窝口 去老窝口做什么 这里是宋子庙 这里是幻马铃 虽然我们现在不知道 出于什么原因 护送队会出现在宋子庙附近 但是按照常理 他们一定会修正方向 向幻马铃方向移动 老窝口在宋子庙 和幻马铃的中间 所以我觉得 应该从老窝口两侧 展开搜索 宋子庙与幻马铃 相差两百多里 如果不是护送队 出了意想不到的情况 绝对不可能出现 这么大的方位错误 现在根本就不能 按照常理来判断 我觉得王主任 说的是有道理的 如果护送队 没有向幻马铃方向运动 那就等于眼睁睁地 看着孩子们 落到了鬼子的手里啊 你来看 这里是宋子庙 那三十八个八路的遗孤 就是在这儿消失的 我可以断电 王天歌 一定会以宋子庙为中心 在寺主展开全面的搜索 我现在 已经派出这十几只 村人有素的小分队 埋伏在宋子庙的 各个交通要道 宋子庙附近 有六七个鬼子的据点 而且地形极为复杂 我们的人一定会在那边 跟鬼子频繁遭遇 将会付出惨痛的代价 总部首长说过 不管付出多大的代价 都要找到孩子们 将他们安全送到延安 我也重说一遍 不管付出多大的代价 包括牺牲整个 游击大队队员的生命 也包括我自己 游击大队 三十出头的兄弟就四五十人 家家都有啊 我觉得作为大队长 你不应该说这样的话 好 那你说我应该怎么说 听天由命 这样说行不行 我没有说听天由命 我是说 从老窝口开始搜索 如果找不到 再将搜索范围 扩大到宋子庙 流传说 这是救人 不是炒菜 不用先热了锅再放牛 二汉 执行命令 快去 是是是 如果假扮在 一定会听我 我现在急于想知道 这些遗孤 他们究竟在哪儿 这些八路的遗孤 最终的目的地 就是八路地盘 从东北走 要经过老窝口和换马林 从西北走 要经过扁淡沟和丈子林 就这两条路 如果是你来选择 你会选择哪一条 我选扁淡沟和丈子林 为什么 因为这条路相对平坦 他们是一群孩子 肯定不会选难走的路 不 我和你恰恰相反 我的选择是 老窝口 幻麻林 为什么呀 你看 这里山路险峻陡陡峭 而且很容易摆脱主意 反而相对更安全 姑娘 家里啊 这有一点玉米饼子 拿着 这是养奶 谢谢大嫂 真是干什么呢 大嫂 你就拿着吧 我们是有精 你们是大人 你们是大人 不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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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害怕 等着啊 等一下啊 等着啊 等一下啊 等着 小松心都一受了 谢谢 来 姑娘 这个是啊 白面馒头 绿豆饼 还有咸菜 来 拿着 谢谢大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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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问大嫂 这里离华马岭还有多远 华马岭啊 离这儿可远着呢 一百三四十里呢 那从哪条路最近呢 从这儿出去啊 顺东头 经过柳条铺子 孩儿大嫂 孩儿大嫂 你怎么这个时候回来了 货都没完啦 孩儿大嫂呀 可别说了 柳条铺子呀 来了好多日文明 又是打枪 又是搜查的 说是要抓什么 带孩子的八路 我一看这情况不对啊 就就就赶紧回来了 这 这日文明可多了 你怎么不说话 让恶说声啊 说假话 让我说不出口 说真话 就要拌嘴 就算是要拌嘴 我也要听你说真话 那我就有声说声了啊 你要知道 咱们的对手是板田龟 这个龟蛋从头坏到脚 远的不说 就说他杀害赵汉章全家栽赃额 我现在是跳进黄河也 洗不清了 你怎么又把这件事 扯出来了 我是说板田龟 一定会在孩子的身上 做大文章 板田龟接到的命令 就是找到孩子们 叫他们家解到太远 这也是吉田的命令啊 关键板田龟不会听吉田的命令 他要是听命令 小风里这一仗就不会发生 我现在是怕 板田龟明明可以抓到那些孩子 他不抓 为而不奸 等着咱们去营救 去多少 他杀多少 你说的话 好像也有点道理 可是总部首长说了 要我们不惜一切代价 我 我是看出来了 你心乱了 你是担心孩子们 也是 对 也担心你会犯错误 我说你想啊 这天理下 有没有不犯错误的人 没有 那既然没有 就不能因为怕犯错误 去做那些所谓 不犯错误的事 我知道你说得有道理 可是 命令一旦发出 不能更改 我作为游记大队大队长 我只能确保万无一失 刘参谋 走 执席命令 是 传说 等到这次找到孩子们 把他们安全护送到延安 我就向上级打报告 我娶你 你娶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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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啊 说好了 不许找我要聘你的 那 那个只有小小的一个要求 澄清当天 千万不能给我 带那个红盖头 那可不行 我娶你 规矩嘛 当然得我来定 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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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是 太好了 太好了 我 我 你 我 我 我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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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我 你 你 凭什么抓我 为什么要抓我 放开我 你 知道为什么抓你吗 我不知道 你们家来过生人 是吗 没有啊 可我们得到的情报 有两个姑娘 到你这儿来过是吗 真的没有 你不要听别人胡说呀 你不老实吗 你不老实吗 我没有不老实 我真的没有啊 我真的没有啊 真的 你不老实吗 走 快下去看看 走 大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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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是 你们是八路 对 你有没有见到一群孩子 对 昨天 还拉两个姑娘 对 以前就是 我还起口语 那他们去哪儿了 对 他们 对 再见 大姐 都走了十五六里地 怎么还没看到孩子们 根据大姐的医言 方向是没错的 三十几个孩子 今天最多走十几里地 他们会不会为了隐蔽 白天休息 晚上行动啊 也有这个可能 那咱们就把他们惊出来 惊出来 你目前的情况判断 护送孩子的人里面 没有一个有战斗经验的 这样 你往东 我往西 半个时辰以后 我们一起鸣枪 鸣枪 那可不行 这附近都是百年龟的人 都火烧没冒了 先顾眼前吧 不管我们谁先找到孩子 都到昨晚休息的 祠堂会合 好吗 好吧 注意安全 嗯 秦桑 里面有一个 不会是交火了吧 不会是圈套 圈套 我们就这几个人 遇上八路会很危险的 往不了那么多了 有枪伤的地方 孩子一定就在那儿 快 继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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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知道外面的枪声 会不会是我们的同志 那我们不就找到部队了 可不如国 又是鬼子呢 是不是我们应该出去看一眼 警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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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知道了 如果我没有猜错的话 刘传说 到了 又是打枪 又是扔手流弹 乔山营火 雕虫小技 你们 带来什么 是 是 老大姑娘 你跟我走 你们 我自己走 走 走 来来来来 两位姑娘 不能往前去啊 前面有傻鬼子 会打死你们的 你是谁啊 我们平日没相信你说的话 你们是保育员吧 终于找到你们了 你是谁啊 若是游击大队专门过来 保护你们跟孩子 快带个去找孩子吧 我们凭什么相信你啊 这 这都盛世后来 蜜糖水里扯钱难哪 你是刘传说 你们咋知道我的大名呢 谁不知道 你们约在根据地 有过康尔英雄 叫刘传说 口头上就是 没时间跟你蜜糖水里扯钱难 快点 快点 大家好 就他一个人来建议我们 你知道他是谁吗 刘传说 就是那个 那是老天爷都下雨的 刘传说 客气客气客气 谢谢大医生你来见我啊 不用谢 不用谢 你长得太可爱了 孩子们都没事吧 没事 来来来 跟我走吧 走 他叫什么 小石头 小石头 不要哭了啊 乖乖睡觉 他爹 是我们军分区南下之队长 去年春末 在与日苦的战斗中 壮业牺牲了 他娘是我们军分区 枪械修理所主任 三个多月前 去省城接设备 由于叛途出卖 在回来的路上 中了鬼子的埋伏 残忍的鬼子划开他的肚子 取出小石头 将不足业的小石头 活不摔死 幸亏警卫派的战士 及时赶到 这才从魔掌下 救出了小石头 怕你啊 却因流血过多 而牺牲了 小石头 你也不担心了 还是在想知道 假的 可能鼓励了 还挺上荣的人 这次还要却那次 呢 快要脅心了 你怎么无目的 我 你怎么能担心 他就知道湖里买的是圣庙 明天一定会带着人 上宋子面来找你 来找你 你去睡吧 你说刘传说 他会从什么方向运动 老沃口 为什么不是宋子庙 今宋子庙 到八路经根据地 只有八十里地 而今老沃口 到八路经根据地 有一百七八十里地 刘传说 为什么会 舍尽求援 直觉呗 警察学科 阿沙的小匠 有什么想法 你把刘传在大阶上 用刘传在大阶上 把刘传在大阶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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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真贪亮了没打着 那怎么办 所有人只能看任何呀 只能指望跟刘传说了 说是迟那是快 那拿起一把高手机枪 翻过两个山头 对着小鬼子的飞机 那是砰的一枪 打中了没 郑重牛响 小鬼子的飞机 砰的一声 天然跟着头皮 撞向了半山谷 从此只留下了一股黑焰 和一个传说 那我再给你们讲讲 老沃口睡烟 小鬼子的故事 传说 大队长您来了 床都铺好了 姑娘快 带着孩子睡吧 大队长把你们床都铺好了 明儿子饿再跟你们讲故事啊 早点休息 大队长 要不 我爷爷给你讲个故事 一群小姑娘围着你 都暖和呀 来 来 一群 nutri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 雅儿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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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吃下一颗颗蜜 牙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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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跟你一起看 头顶的爱你 要护黑 每次你还不爱 年轻的这个人 哪有